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探龙》精彩继续 《探龙》第94章 金玉龙和萧冷秋怎么会被绑起来呢? 这事儿还和贺林池有关 当时杨子被过山峰一掌打得昏死过去 苗凤凰就走杨子 贺林池仍旧不死心 在后面紧追不舍 而金玉龙和萧冷秋就跟在贺林池身后 一直到了这里 到了这里之后 贺林池忽然停了下来 在附近来回地晃悠 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们当然不知道 贺林池是追踪好手 他追着那豹子的痕迹就到了前面 豹子的痕迹忽然失踪了 换上两人的脚印 可到了这里之后 脚印也分开了 贺林池不知道两人在前面掉了下来 而且杨子独醒发作跑了 苗凤凰则没追上 追了一会儿看不见杨子 自然是走岔了 可贺林池这人呢 天生谨慎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小心又小心 随着情况一反常 他倒怀疑有问题了 就在这附近一边转悠一边分析 之后将小哥俩给害哭了 小哥俩一见贺林池不走了 也就纷纷找个大树藏了起来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里的树和前面的树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树枝差竟然会动 而且动作极其轻微 轻微到人根本就没法发觉 两人注意力又都在贺林池身上 在树旁藏的时间一久 等贺林池走了 再将起身终于赶身 那些树枝忽然发力 一下将两人给缠起来了 两人手脚全被拉开 身体直接体离了地 乍看起来 就像是被绑在大树枝上 那树枝还极其坚韧 两人硬是挣脱不了 只能大眼翻小眼 在这里等死了 更离奇的是啊 那两棵大树的树身之上 在两人被绑住之后 慢慢裂开一道缝隙 就像是一张树枝的大嘴一般 开始一点一点地 将两人往里面吞噬 其实在这之前 两人已经不抱 还活着的希望了 也是事有凑巧 不一会儿 那满江河追着苗凤凰就过来了 接下来 小哥俩就听到 这两人的对话 金玉龙这匹心 哪忍得住啊 直接开口骂上来 萧冷秋一琢磨 反正被困在这里 也只有等死的份 与其窝窝囊囊死在这里 还不如临死之前 救一个人 也就跟着说上结局 他们这一唱一和的 可将满江河 气得不轻啊 这满江河又是谁呢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满江河确实是六门中人 他父亲是天以一门的门主 满云天 而老苗山这次能够出山 也是应了满云天之约 前来争夺五字天书和六芒神珠的 这个时候 外面的六门中人已经传风了 都传说杨子回归杨家平 当年杨其修藏起来的 五字天书和六芒神珠再现 六门已经平静了几十年 这个消息一出 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其人一世纷纷赶赴杨家平 都想来分得一杯羹 就算没什么想法的 也想来看看热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单打独斗是很不明智的 所以纷纷开始拉帮结派 满云天和老苗山之前就认识 两人有点交情 自然而然的就组成一对了 并且双方约定 东西到手之后各取其一 当时请老苗山出马的时候 满家父子就一同去的 满云天想要的 自然是五字天书和六芒神珠 可满江河这村子 一眼就看上苗凤凰了 非要拉着苗凤凰出来见见世面 苗凤凰的御兽之书则派上大用场 直接利用野兽找到一处入口 枪先与其他六门众人下来 随即四人散开 约定好会合地点 开始各自搜寻杨子的下落 苗凤凰先找到了 可是没想到却因此受了伤 更没想到的是 满江河竟然趁他受伤 按下拉手再度重伤了苗凤凰 还差点玷污了他 苗凤凰一路奔逃 满江河一路追击 两人就到一处山洞 苗凤凰被逼得齐了 一头就钻进山洞之中 洞口狭窄 苗凤凰又泼辣狠毒 满江河也不敢冒失硬创 就僵持了起来 本来满江河打的是一手好算盘的 这次一向自恋 认为自己风流倜傥 没有姑娘会不喜欢自己 如果自己再玷污了苗凤凰 苗凤凰一定是对他死陷塌地的 自己有亲爹撑腰 再有老苗山这个老丈人 就算是在六门之中 也可以横着走了 可一直拿不下苗凤凰 用老苗山威胁苗凤凰也不行 这次已经非常恼火了 现在又被两人这一顿冷嘲热讽 哪里还受得了啊 反正苗凤凰受了重伤也跑不远 而且这次一向仗着父亲的势力 作威作风惯了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被两人一气 竟真的顺着声音就找到两人来了 金玉龙和萧冷秋被绑在树上 动也不动一下 哪里跑得掉啊 加上两人又是故意激怒满江河的 好给苗凤凰制造一个逃跑的机会 根本就没想着隐藏行踪 所以满江河很快就找到两人 一眼看见两人的模样 满江河先是诧异 后是惊讶 最后哈哈大笑 一脸的狂态 小的 是你们俩是吧 我说怎么吹那么久的牛逼 人不敢出来呢 感情是被人绑在大树上 装了大一巴狼啊 这可敢巧了啊 小爷就还就喜欢 借这种便宜事 今天小爷就让你们两个知道知道 什么是装英雄的代价 一句话说完 满江河一身手 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来 刀身长有十来公分 刀尖像是一个鹰嘴一般的弯钩 能刺能捅 能勾能拉 一闪身就向小冷秋走了过去 小冷秋冷横了一声 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满江河一步逼近到近前 一刀就刺在小冷秋的肋骨之上 手一抬 那鹰嘴一样的弯钩 就刺进肉里面 往外慢慢地拉皮切肉 小冷秋以下腿的脸色苍白 谁都知道 慢慢地切肉 那滋味可想而知 可小冷秋连吭都不吭一声 反倒冷冷地来了一句 我不死 你就死 满江河黑黑一乐 将刀子抽了出来 正想再来一刀 金玉龙在旁边 则大笑了起来 孙子 你那小刀片 吓唬谁呢 来 试试试龙眼的骨头印 还是你的刀片 锋利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 长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